由蚂一聚提供的网络更新 外籍劳工工作准证服务的合约 原定上个月22号到期 虽然政府决定延长合约 但是新合约迟迟没有下文 这段期间蚂一聚仍旧开放系统 许多雇主也继续上网 办理更新执照和付款手续 但是却有市主申诉 拿不到外联工作准证 我们来听听市主的交语 雪州书邦在野一名家庭主妇蔡女士 为了替家中的女佣更新工作准证 这个月7号透过MyEG网上系统 顺利完成了更新程序也付了款 只是付款后要在查明申请进展时 系统就一直显示正在维修中 让她陷入了无止境的等待 苦等了两个星期后 她突然从一名负责派送驾驶执照的 快递人员口中得知 MyEG已经停止了这项服务 让她很错愕 后来市主在移民局官员的协调下 总算顺利更新了女佣的工作准证 但她却还必须提成一系列的文件 才能够从MyEG所回之前缴付的 631令吉更新费用 程序十分繁琐 E-PASS就是今年 现在开始到明年的E-PASS 一年嘛 然后她还要我给她 那个Immigration的receipt 然后她要那个Mate的passport 那一个BioData 她要我付回三样东西付回给她 她才process那个refund 这个要等待多久呢 我不知道 这个要找谁呢 我也不知道 我只有以电邮的方式 她到时候会不会收理我呢 我也不知道 陪同事主召开记者会的 马华书邦区会主席赵启欣 批评MyEG 在合约到期后 新合约又没有下文的情况之下 就不应该继续让平台运作 否则一旦雇主无法顺利 更新外籍劳工的工作准证 将会衍生出外劳逾期逗留的问题 按照移民局官员跟我讲的 每天有几百几百的那些雇主啊 都不知道有这种现象的 都来到他们的柜台前面 所以说我相信 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很多的固执呢 还不知情 还在等待着 甚至有些 有可能一直在空等待 等待到有可能 他们的work permit呢 都已经过期了 那些才严重 万一工人在这段期间 发生什么事情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赵启欣也提醒民众 上网更新外劳工作准证时 要小心谨慎 最好新资到移民局申请 避免遇上不愉快的事件 根据赵启欣 截至傍晚七点 麦一举首席财务官 已经致电道歉 并同意在无需任何证明的情况下 全额退还631令吉更新费用 八度工坚成为任 实习记者叶俊矿 蒲总在野报导 八度工坚成为任何证明的